2024台北文创技艺中心年度特展理想居所 由五大品牌协力策展微型揭阔 并首度攜手日渐设计打造XR沉浸式体验 将追逐生活延伸到城市空间 要民众一起发掘不同住宅形式反映的文化内涵 更预计在明年移展日本将台湾的原创展览内容推向国际 将地标融入装置艺术 为入错派对揭开序幕 由台北文创基金会主办的年度特展理想居所 打造出为期25天微型揭阔 要探寻居住的各种样貌 居住环境的改变其实也充分显示了 文化意涵跟整个社会结构的改变 可以去看到很不一样的台湾文化 居住文化的不同的演变 以及进入未来科技应用的时代 可以怎么样来创新 五大品牌协力打造五大展区 分别挖掘不同住宅形式 反映的文化内涵 从人的尺度需求与情感出发 开启对居住形态的更多想象 它有点像是把这样子人聚集在 同一个位置的一个形式 然后再到了公共空间 让公共空间的一些 所谓街道家具的形式越来越多元 透过多体感延伸实景 沉浸式体验 把常见的室内家具搬到户外 像是大楼外广场或是公园草地 创造共同空间的更多可能性 首度参与策展的日建设计 也带来日本建筑界最新趋势 台湾人们的生活方向非常刺激 特别是公共空间的使用 使用方向的使用方向的 所以台湾特有的家庭外的空间 的家庭的生活方向的 本来展示了 其实是在表现一个如何去转换 旧来的生活空间到现在的 比较有弹性的生活空间 空间自助霸展区 可以让预约民众挑选喜欢的香氛 抱枕或装饰小物 布置空间享受45分钟 专属自己的疗愈时光 跳脱过去对家的期待 不只是遮风避雨 透过理想生活的样貌 让居住选择 为日常持续创造价值 记者黄金分苏伟明台北采访报道